一年一度的音樂盛世來啦 這次縱心雲積 大咖歌手熱力四射 像是莫文蔚帶來的串燒 羅大佑合作 新生代樂團石子和唱團 還有最強青天組合 天夫爭和清風 兩人合唱讓全唱耳朵懷孕 大家都不顧不忌憚 想讓他們合體出道啦 可是他好不容易 不要亂說啦 不要亂講話 我只要一碰到他 我就講不出正經話 你知道嗎 開玩笑的開玩笑 就是新人出來 就是他應該要一直獨秀 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他 如果我又這樣子 當一個拖油瓶在他旁邊 硬要跟他湊成一個組合的話 我覺得會遮掩掉他的光彩 我覺得我不能這麼做 就近視於今天了 新人還滿想要多方發展的 就是好幾種組合是不是 對啊 好耶 讓他下不了台了 那我很喜歡耶 風箏組 對 風箏組 讓我們飛吧 風箏 那我們就認真當你們要合體出道喔 不過除了以上的大咖外 這次盛宴的亮點 就是會極了入圍金曲的男女歌手 像是LALA徐佳穎 被問到有沒有信心拿下獎項 她竟然這樣說 我對其他女歌手有信心 她對其他女歌手有信心 都很有信心耶 對自己就是比較 平常心 我的天這真的太謙虛了 同樣很謙虛的還有小雨宋念 被問到國語男歌手中最大的勁低 這個答案真的太不給力 我只能說我特別喜歡誰 對 我特別喜歡 林俊傑跟伊神 伊神哥 對 對 這兩張專輯我覺得很好聽 那當然同在也滿好的 對 就大概是這樣子 小雨這還是有在希望自己能得獎吧 而同樣入圍金曲歌王的 還有黎舊哲 十一年前一局拿下歌王的 他被問到這次有沒有信心 他則說 有沒有信心 我還是活在這個感覺裡面 然後就今天得獎了 我已經滿足了 非常開心 下一個頒獎典禮 我們等23號 還有更加持勁的管念身體 還會信心 還是有 還是有 可以笑一下嗎 沒有那麼隨便拖啦 再打整一次嘛 我的媽呀 這身材也太好了吧 我們還是鎮定一下 說到精趣 有人為這當然就有遺豬啦 潘帥潘衛播客就是這個的代表啊 被問到沒入味 他真的非常淡定 有說是遺豬就不錯啦 對啊 我覺得其實 其實對我來說 其實當然精趣獎是我們每次 剛開始出專輯的歌手 都會非常嚮往的 那我已經出11張專輯了 然後說實在的 當然還是會嚮往 但是對我來說我覺得已經 對我來說我其實已經很開心 我很多的一些成績或什麼了 所以不可能 不太需要一個精趣獎 來告訴自己說 自己已經做多久了這樣子 但是當然希望喜歡音樂的朋友們 還是都有機會可以去入圍 這是很重要的 對 潘帥真的太帥了 大氣程度真的沒在開玩笑 只能說這場盛宴太強大了 非凡娛樂台灣報導